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漫威系列科幻爽剧 神盾局特工第一季第十二集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说剧 在上集中 我们大概了解了寇森特工的复活之谜 知道了寇森从没去过塔西提岛 而是一直躺在手术室中 但他具体是怎样被神盾局救活的 依然是个谜 镜头一转 三名刚刚考完试的学生 偷偷来到学校的游泳馆 准备游会儿游好好放松一下 除了他们三个 泳池边上还坐着一个性格孤僻的男孩 名叫多尼 估计也是来放松的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池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结冰 泳池里的学生慌忙往岸上游 但其中一个叫塞斯的男生还是慢了一步 右腿被冻在了水池里 好在泳池边的多尼几中生智 用棍棒敲开冰面成功救出了塞斯 随后 两名女同学赶紧给他披上衣服 从衣服后背的标志可以明显看出 是神盾局的标志 而这里正是神盾局学院的科技部门 专门为神盾局培养科研人才的地方 可神盾局学院里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镜头回到神盾616号飞机上 移动指挥小队 很快便收到了此次事故的消息 通过神盾学院发来的情报 他们得知 泳池之所以会结冰 是因为泳池的过滤器中 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冰冻装置 显然 此次事故是人为制造的 有人利用冰冻装置故意袭击了那几名学生 并且装置上有很多部分 都是从菲兹和西蒙斯以前的发明上抄袭的 为了调查出凶手 小队众人决定去一趟神盾学院 不过 扣森此时正处于情绪的低骨骑 根本无法执行任务 自从他得知了塔西提到的真相后 就整天在飞机上盯着自己死亡时的照片发呆 想着 神盾局既然能篡改他的记忆 那会不会意味着 自己身体的其他部分也被修改过呢 总之 扣森的情绪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了 而梅林达需要在飞机上照顾他 所以也不能执行任务 小队其余四人来到神盾学院后 为文特工热情接待了他们 在这里飞兹和西蒙斯是同学们的榜样 算得上是孩子王级别的人物 因为他俩曾是这所学院里最出色的学生 也是目前最年轻的毕业生 所以在开始调查之前 飞兹与西蒙斯需要在学校里进行一次演讲 目的是让学院里的这些有着无限潜力的学生们 不要误入歧途 而在两人演讲的期间 沃德和斯凯也没闲着 他们参观了这里的勇气之强 上面刻满了那些英勇牺牲的神盾局特工的名字 巴基的名字也在其中 只不过这个时候谁都不知道 巴基其实没死 而且还成为了东兵 此时演讲庭里的飞兹和西蒙斯正讲得尽兴 斯凯随后也过来旁听 可演讲台下却突发意外 只见那个叫多尼的男生 在大家的注视下 惨叫着被冻成了冰雕 所有人都被吓坏了 飞兹和西蒙斯赶忙上前施救 他们用力敲开多尼身上的一些冰块 并给他注入葡道堂 防止血液凝固 沃德与斯凯也赶紧过来帮忙 并在座椅下找到了一个装置 与之前在泳池里找到的冰冻装置一模一样 于是果断将其踩碎 多尼这才解冻 可到底是谁这么缺德 竟然在演讲厅里袭击雪上呢 另一边 第三集的富豪伊恩出现在了镜头前 之前的众力翁事件伊恩没能得逞 而这次 他貌似又在预谋着一个可怕的计划 神盾学院里发生的冰冻事件 想必十有八九与他有关 而在神盾616号飞机里 梅琳达不想眼看着扣森就这样腿飞下去 于是就提议让扣森忙点别的事情 来忘掉不好的心情 比如 眼下他们就可以继续调查一下斯凯的绅士之谜 原来 梅琳达最近发现 扣森之前所调查的关于斯凯的绅士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真正精彩的部分还需要继续探索 扣森答应了 目前他们掌握的线索并不多 只知道当年把斯凯送去孤儿院的特工 名叫艾弗里 但艾弗里已经遇害不在人世了 这就是为什么扣森一直都不忍心 把真相告诉斯凯 而当年艾弗里死后不久 他的搭档理查德也失踪了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 梅琳达发现理查德还活着 目前他就藏匿在墨西哥 想必理查德一定知道斯凯的身世之谜 于是扣森与梅琳达直接飞向了墨西哥 并开着敞篷车来到一处小巷开始蹲守理查德 很快 理查德便出现在了视野当中 随后扣森与梅琳达兵分两路 准备对理查德进行包抄 然而 鸡贼的理查德发现不对后撒腿就跑 梅琳达追过去时 还差点被理查德偷袭了 一番打斗过后 理查德还想爬楼梯逃跑 然而 他慢慢没想到扣森的敞篷车会飞 两人向他表明了神盾局特工的身份后 理查德这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 他把扣森两人当成了不明恶势力 随后扣森两人将他请到了飞机上详谈 理查德也跟他们说出了这个尘封了二十多年的秘密 当年 理查德与埃弗里收到了一个关于084的任务 我们都知道 084是所有来源不明事物的简称 比如雷神之锤 再比如第二集中的神秘武器 可当理查德和埃弗里赶到现场时 发现事情已经远超他们的预料 整个村子的人和一只神盾局小队全都死了 他们是为了保护084被一伙不明事理杀死的 而所谓的084竟然是一个女婴 没人知道女婴是否有超能力 只知道弱小的她本如死神一般 所有人都因她而死 后来 理查德和埃弗里为了能让女婴健康成长 便把她送去了寄养家庭 并且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转移女婴的位置 可没过多久 那会儿不明事理就找上了他们 埃弗里硬死不屈 最终英勇牺牲 而理查德侥幸逃跑了 幸运的是 那个女婴在多个寄养家庭中 健健康康的活了下来 她就是现在的斯凯 寇森听完当时就震惊了 没想到斯凯的身世如此了得 另一边 神盾学院的小队四人 意识到此次的冰冻事件 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首先可以排除的就是学生的恶作剧 因为刚刚多尼被冰冻的那一幕 已经算是谋杀被随了 说到这里 他们突然想到 无论是在泳池还是在演讲厅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多尼都在场 看来多尼就是幕后凶手的目标 可问题就在于 平时不怎么爱说话的多尼 一向老实本分 他到底做了什么 才导致有人想杀他呢 随后小队众人经过探讨 决定让菲兹去找多尼单独谈谈 看看能不能问出点线索 而沃德三人也不能闲着 准备在学校里打听消息 在西蒙斯的带领下 他们溜进了锅炉房 这里是学生们为了躲避监管 偷偷建立的俱乐部 据说有许多惊人的发明 都是从锅炉房里诞生的 所以校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不久之后 菲兹来到了多尼的寝室 一番询问后 却没有任何线索 多尼也不清楚 到底是谁陷害了自己 不过 菲兹发现多尼这孩子非常聪明 于是两名志同道合的神盾局高杂生 开始聊起了数理话 菲兹还给多尼提出了一些建议 顺便帮助他解决了一些技术上的难题 而锅炉房这边 沃德与一个叫卡丽的女孩聊了起来 卡丽就是本集开头 那三个去游泳池玩耍的其中一人 谈话中 沃德从卡丽口中得知了一个关键信息 那就是在他们四人来学院调查的几周前 多尼和那个叫塞斯的男生 就已经开始讨论 终于能见到菲兹特工的事了 就好像他俩早就已经预谋好 并且非常肯定 神盾局一定会派菲兹他们来调查一样 这让沃德瞬间意识到了不对 因为就在前不久 他还特意去找塞斯单独谈过话 当时塞斯说自己不认识多尼 但现在看来 塞斯显然是说谎了 他和多尼把大家都骗了 此时 菲兹已经离开了多尼的寝室 下一秒 西蒙斯就打来了电话 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 学院里出现的两次冰冻事件 其实都是多尼和塞斯策划的 目的就是为了引诱菲兹 去多尼的寝室调查 然后再诱导菲兹 帮他们解决技术上的难题 菲兹听后 回想起自己刚刚 好像确实帮助了多尼 解决了某个大型设备的能源问题 于是他们赶忙跑回多尼的寝室 发现多尼此时 正导固着一个大号的冰冻装置 威力相比之前 不知要搭上多少倍 菲兹本想阻止他 却被躲在暗中的塞斯 一枪射晕在地 随后塞斯和多尼将完善后的冰冻装置 带到了寝室外的一片空地 当菲兹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队友们带回了飞机上 此时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 西蒙斯分析 冰冻装置的工作原理 是将空气中的小水滴变成冰 并且速度极快 那个大号的冰冻装置 想必影响的范围极广 而菲兹则认为 冰冻装置的零件极其稀有 并且非常昂贵 所以多尼和塞斯的背后 肯定有一个金主爸爸在赞助他们 于是斯凯顾忌重施 通过查询购买记录和资金流向等信息 很快就查到了 那个金主爸爸正是伊恩 这下真相终于打百了 原来多尼和塞斯很早就已经计划好 打算通过贩卖高科技武器来赚钱 多尼主攻技术 塞斯联系买家 而伊恩就是他们的第一个买家 不过随着神盾局的介入 伊恩现在有点反悔了 这时塞斯给他打来电话 请求伊恩能派一架直升机接他俩离开 不然他俩要是被老师抓到就惨了 可伊恩却要求他俩就地掩饰一下武器的威力 只有武器让他满意了 他才会派去直升机 并且还会付给他俩一大笔钱 塞斯也没多想果断答应了 然而挂断电话的伊恩却吩咐手下交易取消 显然伊恩把他俩给忽悠了 傻傻的多尼和塞斯已经被金钱充分头脑 如果实验成功 那将会发生非常恐怖的事情 如果没有成功 那伊恩也可以直接把他俩拉黑 不会有任何损失 很快 多尼和塞斯便启动了装置 接着一缕白雾从装置里喷了出来 除此之外 貌似什么都没发生 多尼有些懵逼 可装置明明运行正常呀 另一边 在神盾局616号飞机上 在小队成员们都忙得不可开交时 扣森却把斯凯带到了一处秘密的地方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 扣森觉得 斯凯有权知道关于他自己身世的真相 于是就把之前他和梅林达调查到的 全都告诉了斯凯 不出意外的 斯凯听后哭成了泪人 这也是为什么神盾局一直都在隐瞒真相 因为他们所隐瞒的真相 真的很不尽如人意 这时雷达突然检测到天气发生异点 另一边的多尼和赛斯两人也意识到 他们成功了 只不过 这次他们的大号冰冻装置冻住的是天空 很快天空便下起了大块的冰雹 大到能把车玻璃砸碎 并且以装置为中心的整个神盾局学院 都被一个超级风暴所覆盖 过了一会儿 天空中不再下冰雹了 但并不是超级风暴停滞了 而是正处在风暴眼里 好在沃德一直都在学校里观察情况 坚实不妙的他 将老师学生们都聚集在了咕噜房避难 想扣森报告了情况后 沃德还自告奋勇的要出去找多尼和赛斯两人 然而开门一看 发现好像不太行 于是扣森等人只好变更策略 让梅琳达驾驶飞机静止飞向风暴 随后利用垂直起降模式直接飞进风眼 此时 地面的多尼和赛斯两人已经被吓傻了 这要是把命搭进去 赚再多的钱也没什么卵用啊 可惜为时已晚 一道闪电突然劈了下来 多尼被劈得有些懵逼 赛斯当场倒地不起 装置也报废了 终于 神盾局616号飞了下来 小队众人赶忙过来帮助多尼将赛斯抬进飞机抢救 可经过反复电击后 赛斯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对此 多尼深感内疚 不久之后 多尼坐上了神盾局的押送车 他将被送往沙河研究所监视 而梅琳达在跟寇森聊天时 坦白了自己经常跟沃德滚床单的事 并保证绝对不会影响到工作 同时 梅琳达也发现 斯凯心情低落 便猜到寇森已经把全部真相告诉了他 不过 出乎意料的是 斯凯并没有因此自甘堕落 相反 他选择了勇敢面对事实 至此 过去那个寻找真相的斯凯将不复存在 这个勇敢的女孩将会迎来全新的人生 寇森也因此看到了斯凯的强大之处 只不过 现在所有人都不知道 同样遭到雷劈的多尼 意外具有了点误成兵的本事 事后 伊因对这个武器的威力非常满意 本想打电话再和那两个傻学生商谈一下 却没想到接电话的是寇森 电话中 两人都没给对方台阶下 奈何鸡贼的伊因 已经飞到了不受陈顿局管辖的国家 寇森警告他 你再敢越境我就诈你 伊因却表示 我有千里眼老大哥照着 啥都不怕 原来伊因也是千里眼组织的一员 这下事情变得更复杂了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对了 喜欢王帝说句的 别忘了订阅我